早安 大家好 今天他們推出了3.18.0B的Hotfix 1 Hotfix 最主要是針對Sook 即Archonameses 他們的改動 在最底下他們說了這個並不是最後的改動 他們亦有計劃到之後會繼續再改這個Archonameses下去 但是我們今天有的就是這個List 首先你會看到這個Poser主要分為兩大塊 第一塊就是跟Archonameses有關的改動 而最低就是Bugfix 當你看到這條影片的時候這個Hotfix就已經生效了 第一個就是Rejuvenating 原先它會禁止了你的能量護盾和你的生命回復率 現在他們就完全禁止了把你的率減少了60% 而且這個Mod平時會有一個Healing Nova 就是一個回血的陣 那個陣就現在改了不可以在他們滿血的時候施放 下一個就到了Magmar Barrier 他現在射出來的那個Fire Volatile 即是他有一些火的熔岩球 然後就會更加清晰 還有減少他的爆炸傷害 再下就是Toxic 南掛如果有Toxic這一行字 就不會再是每一隻都有這個綠色的東西 最後死了的時候就炸下去 現在的機率一定會出現 就變成50%出現率 而且他那個混沌的抗性 Chaos Resistance 就由加50%下調至加40% 下一個就是Francy Francy他就會加這個Damage 和Action Speed 和Damage Reduction 他們就主要在Damage 和Action Speed那裡就下調了 他的傷害就由加50%下調至加40% 他的Action Speed 即整體的速度 就由加50%下調至加25% 再下就是這個Overcharge 以前會加兩個狂路 暴擊和耐力球 現在就由加2變成加1 再下就是Effigy Effigy他就會 Summon一個Link 就和這個玩家就連結在一起 然後他就會用一個Ton 嘲諷 叫旁邊的敵人打到你那個人 就對你做成極大的傷害 現在他們就將那個間隔 就連結了你之後 等了兩秒之後才可以用Ton 再下就是Manage Siphoner 他們就減低了他的Damage Over Time 他的電的持續傷害 減弱了33% 而且他就減低了扣魔的速度 減低了67% 除此之外 他們都希望在將來的Patch 裡面 就令到他的視覺的效果更加清楚 而且就會減低他整個 整個DONUT形狀的光環的Size 再下就是Incendiary 之前他的點燃傷害是300% 現在就下調至100% 他之前也有加75%的火礦 這個也下調至50% 接著就到Bloodletter 以前他的流血是加100%傷害 現在他的流血是加50%傷害 下一個就是Chaos Weaver 之前的混沌抗性 由加50%下調至40% 再下就是Entangular 他的混沌抗性由加40%下調至30% 然後再下就是Alcali's Touch 也是這個混沌抗性 由加60%下調至50% Shakari Touch也是一樣 混沌抗性由加60%下調至50% 再下就是Storm Strider 他們就會叫一些電人仔 他們那個could down 由0.5秒上升至0.75秒 那你就會見少一些電人仔 接著就到Frost Strider 他們會丟一個雪球出來的 那個跟上面一樣 也是由0.5秒的could down 上調至0.75秒 再下就是Assassin 由原本你對他暴擊的時候 他不會承受額外的傷害 就下調至少70%暴擊的額外傷害 接著就到Drought Bringer 之前他就是每3秒 就會扣你所有弱劑15個充能 現在就由15個充能下調至6個充能 接著就到Influnerable 這個就直接在藍怪上不可以再出現了 而且金怪如果不是一批一批怪的出來的話 例如Blight慢慢出現那種形態 亦都不可能抽到這個詞 他說這個就不是最後的改動 他們在想將它改到 好像以前有一個anime guardian 要殺掉旁邊的怪 然後才可以打中間那隻怪那個 舊的詞 這個就之後再看 接下來那兩個跟Ritual制止是有關的 第一個跟Ritual有關的 首先他們在Ritual的Encounter裡面 就減少了藍怪和金怪的出現率 但是就將每一隻藍怪和金怪可以拿到的分 就上調回 最後就拉回和平時一樣 都是有這麼多分的 只不過沒有那麼難打的 接著這四個Modifier Soul Conduit Final Gasp Mirror Image 和Opulent 都不能在Ritual裡面的怪出現 再來 Ash Namethis本身每一條詞都會加這個怪的血量 那這一個呢 之前就直接是加了去練魔者Metamorph裡面 現在呢 他們就取消了 總之所謂Ash Namethis Moth那行詞 都不會直接再幫Metamorph加最大血量了 下一個呢 當你做Metamorph的時候 就不可能裡面其中有一個器官 是有Mirror Image這個詞的了 而最後呢 在X3打第一次Pighty 它旁邊有些Black Guard 還有這個General Graphees那裡 它旁邊也有些怪圍著它 那些怪的血量呢 就下調40%生命值 因為呢 他們就已經被這個Arch Namethis Buff了血量了 以上呢 就是Arch Namethis的第三次調整方向 再下呢 就是這個修正部分了 第一個呢 就是這個Heralding Totem 和這個Lightling Beacons 這兩個詞呢 有時候那些怪就會叫了一顆紫色的東西出來 它就跟著你 它就不懂得Despawne 即使隻怪死了也好 它可以跟著你整個Map的 這個呢 就得到修正 跟著再下呢 就是這個Impossible Escape 新的那顆 重動那顆珠寶 它呢 就有機會抽到一些 已經不在天賦樹上面的關鍵天賦的 那麼它們呢 也都會作出修正去 確保它們只能抽到在天賦樹上面的點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消息了 如果有興趣想一起吹水的朋友呢 就記得入我們的Telegram 或者Discord 甚至乎在Game裡面 加入這個Taglobal 852 Korean的這個頻道 如果喜歡這一類型的影片 就記得給我一個Like我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好了就這樣 拜拜